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sudah grâce者 recibir destin供 2018년도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天地朗朗,这款心 应好平佛,真 filed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还是1969的旁观者 只能抛根问底那些无名无姓的同龄者 跌宕半世纪的杯歌像五月 却不如硝烟 来不及埋葬的那一张蓝灯记 寄给你 因为Zolina修女有一段时间 是离开马来西亚到国外去工作 算是教会的工作 所以今天算是若干年后 应该跨别了五六年 五六年 再走回来 所以我们回溯一下 当年第一次走这条路的时候 记得好像是雨季 清明节时常下雨嘛 今天我看这条路 哇 很好 那有很多人 当年我们进来是烂泥 红泥路 去到那个坟场那边是 基本上是看不到很清楚的 都是杂草丛生 我们带了一些鲜花 就击败 然后竟然就拍摄 很详细地去拍每一个墓碑 我还记得那个下午很晒很热 当年我们其实没有想说来到这个地方 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时候是在为保存那个希望之谷 做一些活动 做相应采集一些拍摄 我记得 后来就有人告诉吉安说 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被遗忘 被遗弃的一个地方 过每一年吉安都尽量在清明节 会回来这个地方 等待那些家属 后来云烟被你等到了几个 然后听他们的故事 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是 因为你陪我来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你是陪我来壮胆的 当然不是说怕什么东西 而是做这件事情 它并不是公开在做 再加上我那时候 还在国家的广播电台工作 我每一次我都想要在空中 跟听众分享 可是我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不被允许说的 你还记得吧 应该我们每一次 去做相应采集的时候 当我们做完 因为有一些部分 可以在电台播的 然后我关上麦克风之后 我就会开始问这老人家 关于五一山的这些记忆 那这些都是没有在电台播的 当然 所以就直到2017年 因为这个地方刚好被发现 它有一些即将会被铲除的 这个迹象 那过后也被保留了下来 就拍了第一部的一山 我们下个跳了 也十一山 字幕志愿者 对 开明 青墙實太旺 晴天在上 愛愛 求恨 求恨 明仔 其實拍《513事件》 在我的腦海裡面有閃過 就是說如果有能力的話 想要述說一個關於馬來西亞歷史的故事 但是《513》這個課題它太沉重了 而且也不敢去想 當然你有特別提到當年發現這個地方之後 有想過有朝一日可以把它變成紀錄片 到沒有想過要把它拍成電影 因為我覺得劇情片它相對來說會比較困難 然後當然用紀錄片的方式 它比較貼近去記錄走過這段歷史的人 無論是倖存者或者是這些遇難者的家庭 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身上去找到一些 當年回溯事情的脈絡 這個區塊它對我來說 是我對於相應採集秘密進行的另外一個比較隱藏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在好多年前 關於《513》的事件 基本上大家都不敢提起 那自從2018年之後 我們知道我們政治有了一些改變 大家慢慢的也可以去談論這件事情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讓無論是當年的遇難者的家屬也好 給他們一個心裡面一些安撫 甚至是我們的後代 我們的下一代 能夠進入這段歷史 重要的我覺得 是這一群女王的人 應該也得到一個安心的地方 謝謝 謝謝 莫名露行的人